台灣城市蟑螂王國 從清末到日治的全盛時期 全球70%的蟑螂來自台灣 過去我們只知道台灣盛產蟑螂 但卻不知道世界為什麼需要蟑螂 台灣的蟑螂又要賣給誰 其實在100年前 蟑螂地位如同現在的石油 絕非只是除臭去蟑螂的蟑螂 那為什麼蟑螂這麼重要 每個國家都需要蟑螂呢? 首先我們要先聊一下什麼是蟑螂 蟑螂是從蟑樹提電出來的 是一種具有刺激性香味的結晶體 需要體煉才可以得到 不過有些含腦量多的蟑樹 偶爾也會自然地從樹皮的裂縫中溢出 然而這種方法能得到的蟑螂很少 因為蟑螂本身很容易揮發 優在天然的環境中取得蟑螂 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如同世界上第一個喝牛奶人一樣 那麼是誰發現蟑螂的? 據說漢代有一位姓紅紅先生 因為被蚊蟲叮咬養的受不了 隨便摘了幾片蟑螂要來塗抹 沒想到還真的不癢了 紅先生認為這個樹葉中一定有什麼滋養的成分 於是試著將成分分離 他把樹葉枝消成細碎 反覆的吹煮 竟然出現了白色的結晶 這一種方法叫做燒取法 雖然方便但取得蟑螂不多 而且全世界產天然蟑螂的地方 只有中國、南方、台灣與日本 因此很長一段時間 蟑螂是一種稀有的寶物 被當成中藥一種 專門治療疊打損傷、牙痛、肚子痛等 還可以殺蟲廚師 台灣從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蟑螂 根據聯合的台灣通主記載 明末鄭志龍就拿蟑螂跟日本人做交易了 但除了台灣通史 台灣早期的第一手史料 台灣輔製諸羅憲治等 都沒提到鄭志龍與蟑螂的事情 而且鄭志龍的活動範圍 僅限於台灣的西南沿海 一個叫做笨港的地方 是今天的北港一帶 人數也不多 人和蟑螂多生長在中海拔山區 鄭志龍要穿越眾多的平埔築地盤 然後挺進高山區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而且鄭志龍有能力入山熬鬧 為何實力更強的荷蘭東一都公司沒辦法 還要從東南亞運蟑螂來台灣 再轉移到日本 這說不過去吧 或許海盜海商出生的鄭志龍 知道蟑螂是個寶貝 有可能是用交易的方式取得少量的蟑螂 但應該不太可能是自己熬鬧 之後的明鎮時期 由於對台灣的山區沒有控制地 明鎮的軍糧供給都有問題了 還需要四處軍團 更別說吃飽沒事幹 去開發山林資源了 因此台灣蟑螂的開發 得等到千頂時代 那一個時候的大陸移民 都來自盛產蟑螂的張權地區 自然知道蟑螂這種好貨 雖然清朝政府嚴禁漢人入山 但那個時候有肚牌禁令 後來台灣都是在原鄉活不下去的人 因此我們的祖先 多是具有冒險精神的主力之徒 所以這時候就有不少漢人入山熬鬧 當然這個是違法的 而且非常的危險 入山的漢人 經常與原住民發生衝突 造成嚴重的死傷 雖然清政府一再禁止 不過由於利益所趨 漢人依然前撲後繼的入山 甚至還有私腦業者 贊助了朱玉貴的反親 讓清政府非常的頭痛 朱玉貴之亂的平定後 為了防止台灣人呂犯禁令 入山萌生的情況 便在於715年 每隔數十公里就立時為戒 禁止漢人進入番界 當然這種封山化界的政策 依然無法阻止漢人失窮番界 而官方許可的奉旨懊 得從清代的造船制度講起 清政府取得台灣後 為了維護台灣隨時的戰船 因此派了軍工將手負責入山伐木 以供應戰船所需的材料 由於張木位處於深山 台灣能被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曾有台灣北部的張木 從山區順著淡水而下 抵達淡水後轉移到廈門 而墨地竟然是台南的軍工廠 即使交通無齒的不方便 清政府還是不惜一切代價 入山伐木 代表修護戰船所需要的張數 在福建沿海已經枯竭 不得不來台灣開採 軍工降手清政府的外包廠商 負責入山砍取張木製造戰船 不過清政府的預算不足 沒有給出軍工降手的費用 因此為了補貼損失 所以給予了軍工降手熬製張腦的權利 從1725年開始 這一群軍工降手成了唯一合法的熬腦業者 每年軍工降手需要上繳一定數量的張木 但真正賺錢的 還是張腦的獨佔權 1825年 清政府在蒙甲設置了軍工料館 兼辦張腦業務 負責收購山區產製的張腦 在統一出售 這一個就是台灣關腦的開始 1840年 清政府因為貿易的問題 與英國爆發了鴉片戰爭 戰場主要在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一帶 因居然趁機入侵了台灣 結果竟然被台灣的小命擊退 不過依然無法扭轉 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結果 在鴉片戰爭期間 英國船隻在基隆外海鬼鬼祟祟 希望用鴉片交換台灣的張腦 由此可以知道 老外島就看上了台灣盛產的張腦 對西方人來說 張腦可以用來做內科用的強心劑 以及治療皮膚病、神經衰弱等 也可以製作煙火、香水、油氣穩定劑 是一種非常好用的原料 因此外國商船經常私運鴉片 來台灣交換張腦 接著1860年台灣開港 這一個時候全世界對張腦的需求進一步上升 而台灣的張腦產量佔世界的一半以上 各國都非常寄予 這一個對於經費結局的台灣地方政府而言 張腦是個發財的經濟木 不過當時張腦的進出口 藉由英國壟斷 這讓清政府非常眼紅 下令凡事有關張腦的業務 都必須由官方包辦 嚴禁人民與外商私下交易 這一種文法讓政府撂了許多油水 但也打壓了外商與人民的獲利空間 這就導致1868年的安平砲擊事件 兩艘英國軍艦向安平開火 並打算佔點安平 揚言清政府在不出面談判 甚至會供嚇整個台灣 最後進入了外套談判 清政府被迫放棄張腦專賣的權利 外商可以自由地與台灣人民購買張腦 而且不用繳昂貴的手續費 這也稱為張腦戰爭 由於外商可以自由地深入張腦產地 因此民間4號的風氣再起 隨著私腦業者增多 海灣山區的自然再度敗壞 而且外商可以跟任何人購買張腦 以前關到河軍工降手的制度 也就跟著名存失望 張腦雖然是暴力的行業 想要入山罰傷熬腦的人也多 不過熬腦需要投資不少設備 像是要興建腦療、錢腦丁 還要有完善的運輸鏈 最重要的是要錢保全 以防範原住民偷襲 因此需要龐大的財力 加上19世紀末 四季的張腦價格不斷攀升 越來越多的地方好強加入了製腦業 如板橋林家、霧峰林家 以及苗栗的黃南丘等 都是製腦大戶 接著是牡丹色事件 其實在大城神寶針來台 開始了清政府的積極製台 其中一點就是開山俯番 增強對山區的控管能力 於是廢除了禁止失入番機的舊力 這讓台灣山區的張腦產業蓬勃發展 不過張腦所在的山區 是原住民的生活空間 身上北部山區的泰雅族 是最凶悍的族群之一 腦戶的大局入山 就與原住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原漢交界的地方幾乎淪為戰鬥區 雖然原住民的戰鬥力較強 但人數較少 不過原住民有駐場優勢 經營場一掃極多 屢次燒毀漢人的腦療 使得台灣的張腦業衰退 張腦壟斷權轉入了日本人之手 而且這個時候張腦主要是藥用 必要用的張腦需要先結晶 台灣的氣油悶熱 技術的較為落後 必須要先加入日本的張腦結晶 因此更加強化了日本的隆斷地位 價錢也是日本人說的算 直到1892年後 台灣才把張腦的壟斷權 從日本的手上搶回來 除了流明川率領吸駛的部隊 鎮壓北部的泰雅族部落 穩定的張腦的產量外 最重要的是1869年 人類發明的第一種合成塑膠 塞魯洛問世 在二戰以前 塞魯洛是歐美國家極為重要的工業原料 廣泛用於眼鏡、橙鋸、膠卷 以及許多消費品的製造上 而塞魯洛就是由張腦做成的 由於塞魯洛的張腦不需要結晶 日本的髒目又砍伐殆盡 台灣之前因為原住民的阻撓 反而保護了台灣的髒目 此外在1887年 諾貝爾發明了無煙火藥 可不要以為無煙火藥沒有什麼 諾貝爾有今天的地位 足以見無煙火藥重要 無煙火藥除了燃燒後沒有殘渣 還減少了槍管的磨損 提高射擊的精準度 在沒有無煙火藥前 人民用的是黑火藥 粉末裝的黑火藥在槍管內 容易擠壓在一起 點火的時候會因為缺氧無法完全燃燒 但太鬆也不行 兩者都會降低火藥威力 加上發射時的煙霧弥漫 導致使用上非常的不方便 而無煙火藥問世後 歐洲國家的步槍全都演變成了口徑較小 威力更大的槍枝 馬克2000機槍也是因為無煙火藥 才可以延續的大量噴射子彈 這才有實用的價值 無煙火藥可說是軍事史上的革命 而這麼重要的東西竟然也需要蟑腦 台灣因此因禍得福 剛好把蟑腦的價格賣到最高 博得了蟑腦王國美玉 流民團也打鐵趁熱 除了開山撫番 還派兵大局入侵山林 又收回了蟑腦專賣 入山熬腦必須申請執照 熬出了蟑腦也由政府統一收購 再轉賣給特定的洋行應去香港 這個中間又產生了許多弊端 惹惹了不少人 尤其是英國商人 九九流民船的喪屍強迫流民船 把蟑腦改為民辦 以免第二次的蟑腦戰爭 1895年 日本佔領台灣 並對台灣實施蟑腦專賣 過去清政府的兩次專賣 德務在外國勢力的抗議下以失敗告終 但由於日本國力強盛 配合科學化的多項調查 蟑腦專賣制度推行得非常順利 萬一商連坑都不敢坑一聲 台灣原本就有豐富的蟑腦 日本又引進了工業化的資本蕙色 大量的蟑腦被出口到歐洲 20世紀初 日本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蟑腦生產國 1914年一戰爆發 運往歐洲的蟑腦大幅減少 總督府只要把蟑腦賣回日本國內 並陪著日本的塞魯洛工業 1918年的戰爭結束 歐美市場景氣逐漸復甦 但這個時候出現了勁敵 人造蟑腦 不過初期人造蟑腦的優點只有便宜 缺點仍然很多 例如味道還很奇怪 這一個時候的台灣蟑腦仍可以消化競爭 跟人造蟑腦搶勢戰略 但隨著技術的進步 人造蟑腦逐漸克服多項缺點 台灣的蟑腦業便逐漸蕭條 而真正致命一擊的 是戰後全球石化工業起飛 各種石化合成原料相繼問世 其中塑膠之王聚與稀 便宜輕巧又安全 完全取代了以蟑腦為原料的塞魯洛 到了今天 蟑腦不再是重要的工業原料 變成了天然的去蟲劑 以及香料及藥物製品 是懷骨健康有機的本土形象 影片還沒有結束 最後還有咱們的外景時間 今天來到的是位於台灣內地的南投雞雞 就是影片中所講的遠和交界之處 因此這裡自古以來就蠻熱鬧的 畢竟入山前都要經過這裡 不過真的讓雞雞繁榮的還是本集的主角蟑腦 在流民船開山浮帆的政策下 開通了好幾條往後山的道路 促成了蟑腦產業的興盛 當時的雞雞有十幾家的洋行 在這麼偏遠的山區是很少見的 因此有人說雞雞的由來 就是各方物品聚集之地 繁榮的意思嘛 後來日本人在這裡設置了蟑腦出張所 負責了蟑腦的業務 可是目前全台僅存的蟑腦出張所 有完整的日式建築群 但過去這裡一直處於荒廢的狀態 後來在咱們的鎮長沉寂恆的努力下 終於跟文化部要到了錢 加上鎮公所自己籌備的 讓蟑腦出張所能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咱們的鎮長非常的年輕 29歲就當上有全國最年輕的鎮長 現在的出張所還在施工 未來將是一個結合歷史文化與藝術的多元空間 我說過面文化的程式是很寂寞的 那咱們就來看看鎮長的介紹吧 嗨大家好 我是集集的鎮長陳季恆 今天為你們導覽一下下 我們的集集蟑腦出張所 所謂的出張 在日文就是這個出差的意思 以前更深山的 包括水里、魚池、信義 一代的這個蟑腦的半成品 甚至是成品 就會運到我們集集這個蟑腦出張所 這邊來 然後做一個集貨之後再出貨 這邊就是蟑樹廣場 那我們從2016開始 一直在這邊有舉辦市集的活動 音樂局的活動 來做這個保溫 然後之後整個園區全部都修復完成之後 這邊會有一些文創的賣店 然後A棟就是以蟑腦的歷史相關的活動 來展示這個場域的歷史跟蟑腦這個物產 一些相關的東西 然後這邊一樣會有一個 音樂的表演的場域 我們希望這邊是一個 音樂的一個清創基地 像台東鐵花村 因為它有一個表演的舞台 所以台東其實那邊 音樂創作能量非常的豐盛 很多年輕的獨立的音樂創作人 在台東在那邊生活跟發展 就是因為他們有那樣的環境 那樣的氛圍 而且他們有一個表演的舞台 嗯 其實張老師出張老師是唯一 由公所的成績來主導 跟指引地方配合館的這個 張老師出張所 感覺是要正常有愛 他會有這個 對這個東西是真的很關注 很對啊 那是我們施政的一個重點 那除了修舊如秀 保存他的歷史文化意義外 最主要是希望他以後可以 發揮一個清創基地的一個角色 正常蠻有文化的 沒有 還可以 台灣有文化而已 因為我都看CHIP的頻道 好好好 那鎮長 這幾棟看起來像廢墟的人 看起來好像廢墟 木造的日式宿舍 那因為把它拆開嘛 那它又是木造的 所以 為了讓施工不會因為天氣中斷 以及施工期間的這個 下雨天 不會加速它的一個 腐化跟辮子 所以我們先搭了明治性的鋼棚架 對來做一些寶物 對 好那我們進去裡面看 日式建築的構造 它就是會有一個架空 架空 然後就是為了要通風這樣子 然後它會用木材來採取筍接 筍接的方式來拼購它所有的木料 來結合成這樣子的一個構造 然後它在牆壁的部分 我們這邊的特色就是所謂的 竹邊夾泥牆 它會選用在地的竹子 然後在地的麻繩 跟最重要的是在地的泥土 因為就是所謂一方水土兩 一方人 這邊的泥土會最適應這邊的整個 一個風土跟氣候 但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缺少 所以它泥土量會不夠 那我們應該會採集在地的泥土來加進去 然後重新把它補好 成為一個新的編主獎勵牆 感覺要花很多錢 對 對 我們整個園區 總共要花 地算很吃緊 兩億元 那之中4000萬由正共所支付 1.6億有這個文化庫來支付 反正比重蓋還花錢 對 比重蓋還花錢 你講到重點了 它比重蓋還花錢 可是你用重蓋的就 失去它的一個價值 要有歷史 重蓋是比較快 因為你重蓋 你省了很多的一五缸來佛工 那你用修復的話 有非常多細節的工程 要去做注意 我們幾幾的特色 就大家都知道的火車站以外 那我們還有推薦 包括像武昌宮 你在這邊可以看到921 這個地震的一個威力 還有浴室的隧道 那這邊吸收芬多基 七角二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我們的這個物產的部分呢 就是以香蕉跟火龍果 為這個代表性 那我們以前 我們這個香蕉 是只有天皇才可以吃到的香蕉 是天皇的御用膠 那現代人可以吃到皇帝的香蕉 那就是在吉吉喔 對 那我們除了香蕉本身之外 有很多香蕉的這個衍生的一個零食 包括香蕉蛋捲啊 香蕉脆片啊 香蕉薯片啊 香蕉冰淇淋 都非常的好吃 那大家除了在吉吉可以參觀選過 其實網路齁 也都有一些宅配的資料 你們可以有興趣可以搜尋一下 真的很好吃 我自己超愛吃的香蕉的薯片 那香蕉呢 我們是用青香蕉 那它是所謂的抗性澱粉 它的熱量只有那個馬鈴薯的四分之一 所以你喜歡吃洋芋片的 你吃這個吃再多也不容易胖 對對對 非常非常推薦 那這個是香蕉蛋糕 就是戚風蛋糕的蛋糕皮 然後堅果跟香蕉合在一起 那這個烤過之後非常的好吃 那你買到的是冷的啦 看起來很好吃 對 但是我建議要烤過真的超好吃 總之呢 另外我們可以把這個 吉吉的客廠送給你們 好 那吉吉是一個很可愛的小鎮 謝謝 在他們正常的帶領下 非常的文化氣息 那非常歡迎大家來 對 吉吉玩 對 那也期待我們整個出張所 這個歷史場域 整修完之後 它的一個新風貌 跟青創基地的一個價值 整修完我們再來啦 好不好 那最後跟你乾杯 好 掰掰 掰掰 muerte 來是 這邊 的 真是 這邊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